这次咱们来学一个有点血腥的字 解 先看一个小故事 袍丁为文慧敦解牛 牛猴 王恐牛自解其腹 然袍丁刀落而肉解 王不得其解 请解之 袍丁聚言其道 解其货也 王色烧解 喜之 而袍丁持刀不解四毫 王以此治国 终解国之威 解是会义字 早期文字中 解像人用手剖开牛脚的样子 或表示用刀来肢解牛体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 解判也 判就是分解 因此解的本意是剖开分割肢体 左边第一行 袍丁为文慧君解牛 这句中的解就是剖开 全句的意思是袍丁替文慧君 也就是为王分割牛 分割肢体就会解开肢体 故引申为解开解脱 第二行 牛猴王恐牛自解其腹 这句中解就是解开 这句话是说 牛吼叫 魏王害怕牛自己从束缚中解脱 解开肢体后 肢体就会分散 解就引称为分散分解 比如成语 土崩瓦解的解 也是分解的意思 像土崩塌瓦分解破碎一样 文章第三行 然袍丁刀落而肉解 这个解也是分散 整句可以翻译成 然而袍丁的刀落下来 牛的肉就分散开了 分解开了 也就消除了原来的麻烦 解还能引申成消除 如错其锐解其分 意思是错伤他们的锐气 消除他们的纠纷 而文章最后一句 王以此治国终结国之威 这个解也是消除 整句是 魏王用这个道理治理国家 终于消除了国家的危机 现在我们知道了 魏王终于用了个什么东西 来治理国家 使魏国繁荣昌盛 可他用什么治理国家的呢 咱们顺着解的意思往下看 剖开分割肢体 是具体的 后来抽象引申为 对任何对象的分解剖析 于是解就有分析的意思了 第五行 请解之 解就是分析 魏王请袍丁分析一下 分析事情也就是解释事情 所以解也有解释的意思 左边第六行 袍丁拒言其道 解其祸也 意思是袍丁详细说了里面的道理 解释了这个疑惑 解说之后就会让人理解明白 第四行 王不得其解 这个解就是理解 这句是说 魏王不能够理解 我们现在常说 百思不得其解 想了很多遍 都不能够理解 既然解开了疑惑 那人们当然高兴了 脸色也好看了 因而 解还有一个含义 是缓解 比如 左边第七行 王色烧解 喜之 就是魏王的脸色 就是魏王的脸色稍微缓解 高兴了 上面我们说了解的八个含义 而倒数第二行出了问题 而袍丁持刀不解丝毫 袍丁给魏王解释完了 怎么自己反倒不解了 原来这并非现代汉语的不解 而是通假 通懈怠的懈 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念这个故事的时候 这一句应该念为 而袍丁持刀不懈丝毫 可袍丁拿着刀 没有丝毫的懈怠 这是一种多么专注认真的精神啊 这样我们就把故事中的解梳理完了 解还有个复合词叫解贺 解贺就是脱去粗补衣服 比喻入室做官 如少聚不自容 而解贺 故滋之于涛 说的就是 激少害怕的自己不能够容自己 将要做官 所以向山涛咨询 另外咱们知道 解是个多因字 上面的是读解 它还读作戒 意思是发送 比如唐代推举进士 都是由地方派人发送入室 叫做戒 这种送是非强制性的 可以翻译成护送 但是如果发送是强制性的 就成为押送 戒子或戒头的意思 就是押送犯人的差异 好了 解的意思咱们就梳理完了 来总结一下吧 解的本意是剖开分割肢体 由此引申 有了解开解脱 分散分解和排除消除三个含义 而从分割的角度引申 解就有了分析 解释和理解明白三个含义 懂得问题 人的心情好了 解又有了缓解的意思 这样解这个读音 就有了这八个意思 此外 它还有一个复合词 解贺是指做官 另外 它还能通谢 懈怠的意思 解除了能读解之外 它还读戒 此时的意思是发送 按照是否强制 分成了护送和押送两个意思 这样一来 解就总结完了 分分钟一目了然 快去答题 抢金币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